最近我在想這個東西 就是在開一本算是科普的書 結果覺得蠻有趣的 所以就寫了一篇這個 物理學 你們一年級 今年你們修的是物理還是化學還是生物 沒有 你們今年那個 可是不是有三選一的必修嗎 是三選一還是三選二我忘了 三選一是不是 今年你們他排的是什麼 我們戲上是排到什麼 化學跟生物 OKOK了解 因為對我們戲上 當然 其實每一顆都是 都是可以用到 但是對 對子宮系而言 如果你往硬體走的話 是比較 一開始是會碰到物理 如果是往硬體走 像 比較偏電子類 那部分就是電學為主 那如果 你在更後面往 譬如說 生物資訊走 你會碰到 生物方面的東西 就是 計算生物學 那當然也有可能 直接做生物 像之前 我的老師後來就跑去做生物 好 那 那 物理喔 其實 我覺得 一開始我還 我還蠻能接受的 在國一的時候 但是到了後來 上到電學的時候 我就真的 真的 有點難接受 因為那個東西 看不到 那現在其實電的東西 如果你用電腦來做的話 就會覺得 比較容易 看得到 特別是如果你用微處理器來做 你就可以寫程式去處理它 你有沒有想過就是說 其實 其實如果你寫程式去控制兩條導線 你有可能發出電磁波的 一條就夠了 其實是有可能 對 所以其實那種東西 我覺得 我後來一直覺得是可以 用微處理器 來完全重新做一個新的課程 然後讓學生可以直接透過樹莓派這種東西 把物理實驗裡面的 就是物理學裡面講的那些東西 全部都變成實驗 就微處理器 再加上 加上什麼 加上那個麵包板 就可以 欸 在場有沒有人不知道麵包板是什麼 嗯 大家是都知道還是都不知道 麵包板 有沒有看過 那基本上你們在這個科系上應該要會這個東西 因為之後你可能會用到Arduino 你可能會用到樹莓派 可能會用到8051 8051可能現在比較少人用 可是Arduino變得越來越多人用 那那種東西其實 其實是蠻有意思的 你可以把物理啊電學這種東西直接拿來做實驗 好 那可是國中的時候我們沒有這樣上 那可是我一開始物理都考的還不錯 可是數學都很爛 國中一開始那個數學的聯力方程式就掛掉 那可是後來呢 你就發現說OK 物理開始也變爛 然後 化學我覺得 對我來講還要再更疏遠一點 因為有沒有人 你知道為什麼化學的 就是說 上次我們好像有提到一個人 就是那個拉塞福 那拉塞福他 不是發展出太陽系模型嗎 然後最後拉塞福得了諾貝爾獎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他得的是諾貝爾化學獎 拉塞福 覺得我應該得物理獎的 我為什麼會得化學獎 因為他覺得 除了物理以外其他的學科 就通通都只是集油活動而已 那所以後來拉塞福就 還是有去領獎 但是但是他覺得很奇怪 可是後來我發現 搬給拉塞福化學獎其實是對的 為什麼要搬給拉塞福化學獎 因為拉塞福真的把原子的模型弄出來 那這個對後來的化學影響很大 你稍微想想看 有了原子模型 然後就可以對到原本 門德烈福的周期表 然後波爾提出的那個 第一層有兩個電子 第二層有八個電子 的那個模型也才有辦法 對上去 一旦對上去之後 就跟周期表完全合一了 那但是波爾提出來的那個模型 我當時就很困惑 為什麼第一層只能有兩個電子 你不能塞三個 也不能只有一個 OK 那所以各層的電子數量是288 8之後 第二個8之後是接下來是多少 16嗎 我真的搞不清楚 但是周期表上面 後來第三排之後又多 又長了一點 OK 所以是16 那就28816這樣子的排列 為什麼呢 然後我那天就在看這本書 我覺得很有趣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找來看一看 那這本書可以當小說看 我很喜歡看那種 可以當小說看的書 那我們看這種書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想說 這是為了考試 那就一點樂趣都沒有 那就一點樂趣都沒有 那這個周期表 從這裡就可以看到 28816對不對 19到36 6 11到1818沒有錯 19到36 是16嗎 不是耶 1 123 4 5 6 7 8 9 10欸 所以 但是他這裡刮起來說 三個一體 那有可能是 這三個是屬於 同樣的 同樣的 電子數或之類的 好 那這裡就是我覺得 周期表為什麼要長這樣 那當然你排出來確實這樣排的是很漂亮 對不對 可是 對於工程師來講 你看 像Excel一樣的周期表才漂亮 對不對 所以 有一個洞就覺得怪怪的 而且為什麼呢 重點是他怎麼解釋這個東西 那 我們說原子很像太陽系一樣 這其實 是很好的比喻 但是 確實會 有很多問題 那這個是後來 美術的人去畫出 拉賽夫的原子模型 裡原子的模型 然後這裡 就有很多困擾 原子看不到 原子真的看不到嗎 現在用電子顯微鏡 其實也很難看到 好 那到後來現在 採用最最強大的 那種 電子顯微鏡 似乎可以 可以 弄出一些表面的 的感覺 好 那 電子 繞來繞去 為什麼不會掉到原子盒裡面 也不會飛出去 那更簡單的一點就是 那為什麼地球不會掉到太陽裡面燒掉 也不會飛出去 那這個東西其實 國中生很難懂 裡面心裡會有很多疑問 那而且我們那時候是 老師會打人 每天都被打 所以 我們隔天這個東西如果 譬如說 退步一分就打一下 然後那個 那個 低於老師的標準也要打 對 所以這些我後來找了一些考古題 我覺得 他們這些題目好像跟我們國中不太一樣 那所以我們每天都被打 所以 其實 其實 有時候會摩綠油精 那所以 就不會去想這種事情 可是高中的時候其實 不會被打 但是也不會去想這種事情 那念到大學 你們現在又要三物理課 那我們大一還真的是有物理 而且有電子學 但是大部分都沒有懂 至少我沒有懂 所以就 又離開很久 但是有時候我會喜歡看那種 看不懂的那種東西 我覺得看不懂的那種東西 有時候有點樂趣 那你們 念資訊系其實可以從 Arduino和樹莓派來學物理 我覺得那會是非常棒的事情 你用Arduino、樹莓派來學物理 寫程式 想辦法 接收電磁波 發射電磁波 想辦法 驗證 像克希和夫定律啊 那些東西 那些用電錶其實就可以驗證 但是有一些東西 譬如說 加上電容你就沒有辦法用電錶驗 再加上電桿你就很難用電錶驗 那你就得用四波器 可是問題是 四波器 家裡通常不會有 所以你沒有辦法在家裡做 做這種實驗 可是如果你接上Arduino 接上樹莓派之後 你就可以把Arduino、樹莓派 所偵測到的訊號 全部畫在螢幕上 你就有一個 自己動手做出來的四波器 只是它的速度沒有 沒有這種四波器類比的這麼快 可是現在的CPU很快 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Arduino不夠快 你就用樹莓派 樹莓派很快 樹莓派現在可以跑Windows 所以它的CPU的頻率 是GIGA 是GIGA的代表什麼回事 這很有用嗎 各位 各位 還記不記得 當初他們為了要 為了要驗證以太存不存在 結果 弄了一個 麥克森莫里斯實驗 結果呢 那個實驗到最後到底是怎麼驗證的 其實你要拉多遠的距離 你才有辦法測出這樣的差異 不用很遠 只要你的速度夠快就可以 現在大家手機裡面其實都有那個 衛星定位 所以你才可以用Google地圖導航 對不對 那手機裡面的衛星定位 是怎麼做的 衛星定位到底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它可以定位 跟衛星有什麼關係 如果你仔細注意一下的話 你在這個房間裡面 你用衛星定位定得到嗎 定不到 但是如果你跑到超木那邊 你稍微定一下 可以定得到嗎 大部分的情況可以 可是 如果你再進來一點 不一定 其實 早期的手機 有些還會畫出到底定位的 到幾顆衛星 好 衛星定位至少要三顆以上 三顆通常不太準 至少四顆以上通常才會準 你說你的天空 手機所面對的天空 必須要有四顆以上的衛星 你才會定得準 你才會定得準 那衛星定位是怎麼做 好 答案是利用光束 你在衛星上面把訊號傳回來 各個訊號如果發送的時候 它有記錄時間 那它傳到你手機的時候 你收到訊號的時間 會根據距離不一樣而有個時間差 你就會知道說 那顆衛星離你多遠 透過這個距離的遠近 現在的電腦CPU又很快 所以你可以很精準的知道 它的距離大概在哪個範圍之內 這個定位的精準度 以目前你的手機的衛星定位 可以到10公尺以內 OK 所以 現在其實用這種電子類的東西來玩 物理學其實會 會 很好玩 我覺得會很好玩 好 但是Arduino、暗數、梅派 其實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都不需要 懂電池、電路、物理學 你只要買一個模組插上去 就做完 好 那這時候其實 會覺得有點無聊 你玩到後來就會覺得有點無聊 什麼東西都是買一個東西來插上去 然後呢 把靈語意傳進去 然後結果就出來了 那就會覺得有點無聊 或者是接收靈語意 結果就出來 那 所以 有時候我會喜歡看這種科學史 那剛剛那一本我就覺得蠻好趣的 那 科學哲學的東西我覺得蠻好趣的 好 那 特別是 科學哲學 如果 把它跟控制論力一起看的話 會 會有很特別的 一些感覺 那 這邊 推薦各位幾本科學史的書 第一本是電的旅程 這本超棒 張大凱寫 電的旅程 這一本如果你想買一本科學史的書 而且是有關電的話 就買這一本 那第二本這本是簡體的科學簡史 那 這是大陸版的 不要買到台灣的 台灣的科學簡史跟大陸的科學簡史是完全不同的書 那 另外 最近我還在看這一本是量子物理史畫 如果你對量子力學有興趣的話可以看這個 那我覺得看這些科學史的書很有趣 科學史 是歷史 但是 我覺得它其實就是科學 那 只有透過你回到那個時空背景 才能夠體會這些理論和實驗 它所展現的意義 那當時的工業結構是什麼 往往會醞釀出他為什麼要去做這些實驗 他們到底想解決什麼問題 那譬如說我們物理一開始學牛頓力學 問題是牛頓為什麼會發展出力學 那我們又知道說 OK維基分也是牛頓和萊布尼斯發明的 那牛頓為什麼要去發明維基分 對 他要算萬有引力 可是那時候還沒有萬有引力 這個東西 這個理論 對不對 是牛頓自己提出來的 那為什麼他會提出萬有引力 他被砸到 OK 好 那如果他被流連砸到的話會怎樣 就沒有萬有引力 那 一個 一個 非常簡化的解釋是被禽果砸到 但是 或許牛頓曾經看過蘋果掉下來 這不知道 但是問題是 這是一個非常過度簡化的解釋 那 牛頓為什麼要發展出力學 對 牛頓的時代 大概 對應到台灣是什麼時代 你知道 鄭成功的時代 好 所以那個時候 鄭成功是把荷蘭人趕走了 才進到台灣的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 荷蘭人 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 早就跑來跑去 那所以 牛頓 1643到1727 鄭成功 1624到1662 那 鄭成功比較短命 牛頓比較長命 所以 其實他們的時代是 重疊性很大 那 我前一陣子我在看那個東南亞的歷史 我就發現 哇 我們一直覺得 好像台灣被 被荷蘭人統治啊之類的 好像是很奇特 其實 不對喔 因為 台灣反而是比較邊緣的 荷蘭人跑到這邊來 其實只是 只是他們 力量延伸過頭而已 那事實上呢 他們的重點根本就不在 不在台灣 這一塊區域喔 那日本那時候是鎖國嘛 所以他們 也是打不進去喔 那事實上 荷蘭人 歐洲人 他們來這邊的 最大重點 其中一個是 東南亞 香料 他們呢 那時候的 因為歐洲的那種 食物保存法 不夠好 然後他們後來都用 香料 來調味 然後來保存食物 所以他們需要大量的香料 其實這很奇怪 為什麼需要那麼多的香料 可是他們就為了香料 到東南亞 所以 你看印尼為什麼一直到現在 都還很難發展起來 因為 那四番五裂啊 為什麼四番五裂 因為 當初 英國人 荷蘭人 葡萄牙人 西班牙人 通通都來印尼 搶奪這一塊 這一塊市場 不是市場 就是他們的 他們的殖民地 OK 結果 東南亞整個根本就是 英法西普河的瘋狂戰場 好 那 那個時候他們已經早就 已經 大航海時代結束了 而且 而且 也已經知道地球是圓的 OK 那 這時候他們 的 問題就是 他既然地球是圓的 那 那 那些 地球 是怎麼 是 他也知道說 OK 地球繞著太陽轉 因為那個哥白尼的時代 就已經在 在猜測這件事情 那 他們也知道地球繞著太陽轉 那為什麼 地球到底怎麼轉 那鬼道是怎樣 因為這牽涉到 立法 日曆 時間 這個問題 如果可以很準確地 準確地了解這件事情的話 至少你航海的時候 你就有一個依據 你看星星你就知道我現在到底在哪裡 那時候還沒有發展出無線電波 無線電波一直到很晚 大概 馬克思會提出 提出那個 電磁學理論之後 其實無線電波還是不存在 它只理論上說 有一種電磁波可能存在 而且它的速度經過計算 是跟光速一模一樣 所以 它就說 光應該是一種電磁波 但是 但是呢 到馬克思威的那個年代 還是沒有人知道 到底無線電波怎麼產生 在哪裡 怎麼發出來 那一直到20年後 赫茲做了一個儀器 好 然後呢 去用一個非常大的電容 然後 震盪之後 發出的電磁波讓另外一個線圈 會出現那個 類似我們現在的那個電文拍的那個 那個 那個 欸 或者是補文燈的那個 電 電的訊號之後 他才確認了無線電波的存在 那無線電波存在之後 很快的 他就 馬可尼 就開始利用這個來做生意 然後拿來傳摩斯電馬 後來 馬可尼傳的摩斯電馬 馬可尼就變成一個非常非常有錢的人 然後他開的公司非常非常大 後來他還資助那個莫索利尼 馬可尼的死掉之前 其實莫索利尼還陪在他身邊 OK 所以這裡 你就看到說 OK 欸 牛頓會發展出為積分 其實 是為了解釋天體運行 但是這個天體運行 並不是牛頓自己去觀察 自己去做的 那不過 牛頓本身 他除了這個以外 他其實還有做一些貢獻 其中一個貢獻是 牛頓改良了虎克的望遠鏡 和顯微鏡 OK 他們對望遠鏡顯微鏡這種東西 就是 就是會努力去改良 為什麼要去改良呢 因為 他們要觀察天體 雖然 雖然 資料都已經存在了 但是他們還是得要 再觀察去 去確認一下 那所以 這些資料其實 收集的最完整的是 克普勒的師父 他在做天文觀測的時候 總結出來的資料 那 克普勒從地鼓手上拿到這些資料 而且克普勒 就是他 就是地鼓的徒弟 他非常信賴他的師父 的觀測數據 因為他的師父是一個非常仔細的人 所以當初呢 那個軌道 差了兩度 克普勒說 不可能 我的師父 他的觀測數據 最多只會差一度 絕對不會差到兩度 所以 他認為 這個兩度一定 不是實驗無差 然後 後來 他就提出 軌道絕對不是原型 是橢圓 所以這就是克普勒的三大行星定律 第一個定律就是橢圓定律 他說什麼呢 他說 OK 今天 一個行星呢 是繞著橢圓軌道 在旋轉 這就解釋了 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那些數據裡面 有很多看起來不合理的地方 好 那 各位知道 同時期其實 全世界最 最詳細的天文觀測資料 並不是在歐洲人手上 最詳細最長期最完整的天文觀測資料 其實是在中國人手上 中國人觀測了兩三千年 非常詳細的天文學紀錄 但是他們關心的重點就只有一個 皇帝什麼時候會死 OK 所以他們沒有去想很多 但是他們發展出 中國人其實發展出了一套非常 奇妙的 星體運轉 的預測知識 這個星體運轉的 預測知識 各位應該都有聽過 黃道十二宮 對 這種東西 但是 我們 沒有那種 就是 地球繞著太陽轉 這種想法 所以我們做出來的資料 發現 很多地方怪怪的 那一直到克普勒之前 其實很多地方都還是怪怪的 怎麼樣怪怪的呢 有些人提出的模型 像譬如說 在太陽為 太陽為中心的這個模型提出來之前 他們是認為地球為中心的 結果地球為中心的這個模型 他們去把這些資料呢 拿來做解釋的時候 就發現有些星星他會這樣子 他會這樣子 跑到這個地方呢 他逗退路 星星會逗退路 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那為什麼 因為 中心點不一樣 中心點不一樣 他把 地球當成中心 結果他觀測的數據 就發現這些星星其實在逗退路 可是不對的 因為 如果以太陽為中心的話 這個星星就不會逗退路 OK 所以 他們對這些天文學的 的現象 觀察了很久 然後發現了很多資料 可是問題是這些資料怎麼解釋的問題 然後 科普勒提出了 第一個橢圓定律 第二個等面積定律 第三個周期定律 那橢圓定律就是 就是 行星的軌道是橢圓的 OK 但沒有這麼橢圓 其實這個橢圓沒有橢圓 沒有橢圓到這種樣子 那 第二個是 等面積定律 等面積定律就是 單位時間少過的面積是一樣 第三個是周期定律 就是 各個行星繞太陽的周期 公轉周期跟它的半徑 是 有公式關係 那 那 第一 行星定律 橢圓定律 太陽是橢圓的其中一個焦點 第二個 等面積定律 就是 單位時間繞太陽的面積 是一樣的 這個其實就是小動量手 那 第三個是周期定律 那 就是 跟它的 繞的半徑 平方 乘反比 重力與半徑平方乘反比 那 會導致它的半長軸 就是 平方核 周期的平方核 跟半長軸 的立方乘正比 那 所以 牛頓是為了解釋 克普略的東西 才會提出 三大運動定律 按萬有引力 而且還會發明微積分 那 這裡 就看一下牛頓三大運動定律 有 慣性定律 加速度定律 和反左右力定律 那我們通常最記得的就是這個 F等於MA 因為這個公式太簡單 其他的 有時候會忘記 對 好 那這時候牛頓的微積分 就可以派上用場 各位 應該剛學完微積分吧 你有沒有辦法 從 從那個 F等於MA這些東西 推到 克普略的行星運動定律 應該大部分的人推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你們還沒寫到那裡 你們微積分只學了一半 你知道嗎 微積分接下來還要有微分方程 沒有學微分方程 你就沒有辦法解釋這件事情 那這邊就是 微積百科上面的證明 怎麼樣用運動定律來解釋 先解釋第二行星定律等面積定律 那這裡是他的推檔 你會看到這上面有一點兩點的這種東西 這些都是微分 OK 那透過 這一個推導 基本上 就是在解一個微分方程式 那解完這個微分方程式之後 就會發現說 OK 科普略的第二行星定律是對的 那也就是 單位時間少過的面積是 一樣 好 那所以 中學的時候 大家 老師也只能叫你背起來 因為那時候 你怎麼可能會解微分方程 可是如果 老師給你看一下微分方程 搞不好你會覺得 微積分比較有用一點 接下來就可以推導第一行星定律 椭圓定律 那這是整個推導的過程 也是微積百科裡面 接下來是第三行星定律 就是周期定律 一樣 有幾百科裡面都有 好 那雖然看不懂 但是 其實現在看 現在 我仔細看可以看得懂 但是看完之後又會忘光 但是 其實 其實你 不一定要看得懂 但是你至少可以知道說 欸 原來這些東西是有關聯性 那 也就夠了 好 好 那看完這些推導之後 你會不會想學微積分 這是不一定的 有些人會說啊 這麼難我就放棄好了 好 但是至少你有點概念 好 那我本身是 有一天我看了這些東西 科學史的時候 我再去看微積百科 我就發現 原來這是這樣關聯起來 所以常常 我看一本書看完 我就去查微積百科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習慣 看完一些書之後 你就把裡面所講到的那些東西 拿去查微積百科 你其實會看到很多東西 我覺得會蠻有意思的 好 那 看完這個推理之後 其實你就知道 欸 既然微積方程 的解答是這樣 那地球當然就不會落到太陽裡面 因為它是 根據地心引力的 這些 定律來計算 它確實可以維持一個平衡狀態 OK 但是 還有很多的問題 譬如說 各位學這個東西的時候 有沒有這個問題 安培定律告訴你說 電流會產生磁場 對不對 好 那法拉丁定律又告訴你 變動的磁場 又會產生電流 電廠 變動的磁場 又會產生電廠 有的電廠 就會產生電流 對 只要有導體 那 這樣子的話就會放射出電磁波啊 那問題是 現在問題來了 如果 電子 電子 一直在 原子核外面 做圓形的 軌道性 軌道式旋轉的話 根據 根據 根據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誰 就是太陽系模型 電子如果在 原子核的外面 一直做軌道性的旋轉的話 那 不就有一個 變動的電廠嗎 那變動的電廠不就會產生磁場嗎 而且 因為他有加速度 減速度啊 所以 他還是變動的電廠不是 不是固定的電廠 那 變動的電子的旋轉 那就會產生變動的磁場 變動的磁場 又會產生變動的電廠 那就應該會釋放出電磁波 電磁波有能量 那 根據能量守恒定律 釋放出了電磁波的能量 那這邊的能量就會減少 那這邊的能量一減少 那他就會 電子就會旋轉的越來越慢 旋轉越來越慢 那他很快就掉到原子核裡面 那為什麼不會這樣呢 那這裡就有很多很多的疑問 然後 啊 其實這些疑問 都沒有解答 那我在看這本書 我就覺得 原來 一大堆諾貝爾獎得主 都有這個疑問啊 而且這個疑問還造成了 一堆諾貝爾獎得主 這真的是 是蠻大的一個疑問 那這裡還連結上 為什麼電子環繞原子核的模型分布 要採用288的形式 這都不是很 直接的答案 然後會引出一些怪獸級的物理學理論 像 愛因斯坦其實他的諾貝爾獎是因為光指說 不是因為相對論 是因為他要解釋光電效應所以提出光指說 那這會引出像波爾的量子模型 海森堡的側不準原理 巴爾摩爾的光譜線公式 高利不相容原理的布羅伊波 波利爾像性 普蘭克方程 薛丁格波通方程 這些東西 那這些 你知道 愛因斯坦一輩子都在跟量子力學做對抗 後半生幾乎都在跟量子力學做對抗 他都沒有辦法接受量子力學這種東西 那連專門研究量子力學的人 其實他們很多都覺得量子力學實在太詭異 根本就沒辦法了解 所以有一些物理學家像費曼說 根本就沒有人了解量子力學 那我們看完其實我也不了解 因為太多問題了 所以他最近還有什麼旋理論 旋理論被丟棄後來變超旋理論 然後就到了一堆匪夷所思的物理都跑出來了 然後呢 這裡其實就有一件事情跟我們 我覺得跟電腦有關而且會有趣的 就是普蘭克 普蘭克什麼事情呢 這也是在書裡會寫到的 他1894年開始關注黑體輻射 1896年讀到威恩的黑體輻射論文 然後一直到1900年他已經花了整整六年在黑體輻射上面 什麼東西都沒有做出來 然後什麼東西都沒有寫出來 什麼實驗也沒有做到 然後花了六年白宮 那普蘭克想解決一個問題就是 在當時黑體輻射有兩組公式 一組是由威恩利用熱力學粒子角度導出來的公式 那長這個樣子 那另外一組是由 銳利和金氏兩個人利用電磁學理論導出來的 長這個樣子 那當然就會希望說 OK我應該有一個公式 可以整合這兩個 為什麼因為他都是在解釋同一件事啊 可是這兩個都有一些問題 什麼問題呢 這兩組公式 威恩公式只在高頻的時候 也就是短波的時候 才會準確 然後銳利金氏公式 只在低頻的時候 長波的時候 才會準確 那有沒有辦法做一個公式 在高頻也準 低頻也準呢 那就把這兩個做線性組合可以嗎 那做線性組合可能不見得是一個很好 因為 因為他會有一個轉折點 就會 會 會有 會反區 然後你雖然可以fit的不錯 可是 那個理論上解釋起來就會很怪 所以普朗克想要的公式是兩邊都正確 但是呢 又要理論解釋的不錯 結果 他花了六年 一無所獲 這個很正常 像我在自然語言上面已經花了二十年了 也一無所獲 所以 這沒什麼 這沒什麼 沒什麼奇怪 很多人一輩子 研究一個東西 一無所獲 這是很正常 好 那 1900年的某天 普朗克決定 不再去做什麼 什麼模型的推導 把模型通通都丟掉 我就純粹 硬扣 硬弄一個公式出來 我就是要解釋這件事情 只要能解釋 只要能夠 把那個曲線 fit的很好 我不管他到底有什麼物理意義 結果他就硬湊了一個公式 他湊了好幾天 終於湊出了一個公式 長這個樣子 然後呢 結果 他想說 好吧 既然做了幾年都沒有意義 總要有一些成果出來 所以就 湊出這個公式之後呢 雖然他的數據不完整 但是 湊出了普朗克版的公式 然後就跑去發論文 那時候的論文是 你要發 你就是 發完之後去研討會上面演講 或者是 投稿期刊 那時候也是這樣 我們現在的做法 基本上都還 沒跳脫那時候的做法 好 那論文發表的當天晚上 就有一個人 他手上有非常完整的數據 他就 仔細的 盧本斯就仔細的去比較了 普朗克公式 在每一波段上面的資料 他發現普朗克公式大獲全勝 每一波段都非常精準的 符合實驗結果 隔天呢 盧本斯就把這一個結果 告訴普朗克本人 普朗克就 就想 哇 哇 中獎啦 居然我 亂湊出來的公式 可以 可以 有這麼強大的威力 結果 這是 1900年 1905年的時候 艾恩斯坦 反過來 就提出了光子說 然後解釋 光是怎麼樣子 激發出電子 叫光電效應 當然是先有光電效應的 一些現象 艾恩斯坦才去解釋 然後這個問題其實一個是 一個是 由 由 粒子 然後呢 會輻射 產生光 粒子產生光 一個是由光再進到粒子 然後打出電子 那這兩個其實是 都是關於光電 所以是一體兩面的東西 那 結果這 普朗克和艾恩斯坦的兩篇論文 最後就導致量子力學出現 那 一九二零年 二十年後 普朗克得諾貝爾獎 隔年 也就是一九二一年 愛因斯坦也因為光電效應的光子說得諾貝爾獎 所以 愛因斯坦得諾貝爾獎的原因 不是因為 相對論 而是因為 光子說 OK 那 但是後來 愛因斯坦 後來花了幾十年 都在對抗量子力學的 的這些東西 但是事實上 他是 量子力學的 開入先鋒 好 這個就是普朗克 綜合了 瑞利金斯定律和唯一定律 兩個定律的結果 那 紅色的是瑞利金斯的 藍色的是維音的線型 那普朗克的線型是綠色的 你會看到 在這一段 他是符合瑞利金斯的 在這一段 他是符合 符合那個 維音的 那在這一段 就是他特有 OK 那 這一個圖形是刻意 刻意去找出一個段落 就讓他們三個 剛好有這一段 把那段 明顯的轉折處 把它解出來 OK 所以他刻意挑的黑底溫度是8K 那 這個故事就說了一件事情 很奇怪 那些理論物理學家 理論就是物理學家通常有兩種 一種專門做實驗 當然他也會去思考理論再去做實驗 那但是有一些物理學家 他是本身不太做什麼實驗 但是他會提出一些模型 然後去解釋人家的實驗數據結果 或者是去預測接下來 可能會有什麼現象 那些實驗物理學家再去做這方面的實驗 OK 那像譬如說 愛因斯坦就是一個理論型物理學家 他很少做實驗 但是他總是在解釋 各種現象 用他的理論解釋各種現象 最近有一個 比較受注目的人 這個人很奇怪 不知道有沒有人聽過他 就是那個霍金 沒有聽過霍金 史蒂芬霍金 那前一陣子還有演一部他的電影 就是他的傳記的電影 叫《愛的萬物論》 那如果你上維基百科查一下 霍金是什麼樣的人 你就會發現 他根本不可能去做實驗 他沒有能力做實驗 他連站起來都有問題 他怎麼有辦法做實驗 OK 所以 他是一個理論物理學家 這很正常 真的沒有人知道霍金是誰 為什麼大家不知道霍金是誰 這就是霍金 他 他 有怕神經事症 所以他不斷的 身體不斷的萎縮 然後他會 所以他一直坐在輪椅上 而且他不只身體萎縮 他連萎縮到連聲帶都萎縮 所以到最後他必須要做輔助發聲器 放在他的裡面 他才有辦法跟人家講話 OK 所以 但是他卻是 卻是 現在最受注目的物理學家 對 像是黑洞這些想法都是他提出來 OK 所以 所以為什麼會拍他的電影就是 因為有這種非常奇特的地方 霍金 好 OK 所以 不理 如果用電腦的角度來看 他理論物理學家在做的就是資料挖款 他要找出符合數據的那個公式 那符合數據的公式可以用人找 你也可以寫程式去找 既然有那些數據 他就是一個擬合過程 只是 程式所擬合出來的東西往往沒有太多的物理意義 可是這點是可以衡量的 有沒有人聽過有一個東西叫做奧坎剃刀 奧坎剃刀 奧坎剃刀 這個東西在數學和物理裡面我覺得是蠻有意思的一個法則喔 然後 這裡他引用的是 這句話 切勿浪費較多的東西去做 用較少的東西 同樣可以做好的事情 也就是說不浪費法則 這奧坎剃刀 奧坎剃刀有什麼用呢 當你用電腦去找出來兩組公式 這兩組公式都可以解釋同一件事情解釋得很好 的時候你應該取哪一組 如果有一組 他的數學公式很長 另外一組數學公式很短 那你應該取哪一個呢 奧坎剃刀的原則就是切勿浪費較多的東西去做 用較少東西就同樣可以做好的事情 所以你應該選短的那一組 好 這就是奧坎剃刀法則 那 在人工智慧領域裡面 奧坎剃刀這個法則 基本上就是 用最少的位元素 去代表你的公式 如果你可以用更少 你就不要用更多 用資訊理論上面的最精簡 的資訊量去表達那個東西 通常這個表達會更有力量 也會更強大 也會有更好的預測力 那這就是奧坎剃刀 所以你可以寫程式去找出物理公式 那所以其實可以創造出一種綜合電腦和物理的邊緣科學 你可以用程式來建構自動建構物理模型 那用電腦程式來發明物理定律 只要你給他數據 實驗數據 他應該可以發明物理定律 那這 純粹是一個猜測 不過也不代表沒有人這樣做 還是有人這樣做 後來我 我寫完這個就有人告訴我 有啊這個真的有人在做啊 對 好 那如果電腦可以推出物理定律 那你就可以 接下來你看像我們機器人越來越發達 你是不是有可能 讓電腦自動去做實驗 在某些領域這個不好做 但是有些領域其實他可以做 像生物領域自動做實驗已經不是不可能 那我們能不能自動做實驗座 來驗證某些定律 然後再繼續去改進這些定律 那如果可以的話 那電腦就可以根據 他再次做的實驗結果 再來創造更好的模型 再用更好的模型 再去指導實驗的進行 再做更好的理論實驗數據出來 再去修改他變成更好的模型 其實念研究所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在做這件事啊 你如果不做這件事情 千萬不要去念研究所 當然我說千萬不要 以學術的角度是這樣的 但是很多人念研究所是因為 是因為覺得 念完研究所之後出路比較好 那這就是 就是不是這一件事情的 的想法 那如果這樣的話 他就符合 我很喜歡的一個 大陸的學者叫金關濤他所說的 理論指導實驗 實驗驗證理論 那這會是一個增強性循環 那在動態系統裡面 你只要發現有增強性循環的話 這個系統就會越來越強 這個圖解釋了為什麼當初 歐洲會發生工業革命 但是中國卻沒有 因為 歐洲人創建出了一個理論實驗體系 讓他 理論和實驗之間互相增強 然後呢 接下來他的社會體系 也跟著這個理論實驗體系 同時的改變 到底是工業改變了 理論體系還是理論改變工業體系 不知道 但是 後來他又形成了這樣一個循環 學術跟工業之間也有一個增強性循環 為什麼 因為你 你做出來的理論 做出來的實驗 那些實驗 的結果 很容易就可以用到工業上面 工業上面會 再加上錢 一大堆錢 不斷的去改進這個東西 然後反過頭來 去支持 學術發展的 進一步的可能 譬如說 當學術界做出了望遠鏡 做出了顯微鏡 他就可以去 發展出更好的 玻璃工業 更好的鏡片工業 更好的望遠鏡 顯微鏡工業 這些顯微鏡工業呢 就可以進一步的讓 學術界去觀測天體 或者是觀測細菌的時候 會觀測的更清楚 OK 於是這個循環就會 互相強化 當這個循環 建立起來不斷強化的結果 工業革命就發生 所以 如果今天電腦可以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不得了 那 那千萬不要做得太好 因為如果你把這些循環做得很 很自動化的話 不需要人類介入就可以自動增強的話 那就不得了 所以 目前看起來是不可能做得太好 至少以目前的能力是絕對不會做得太好 可是未來不敢講 如果電腦可以自動發明物理定律 自動驗證和修改物理定律 然後用更強的物理定律來做出更好的機器程式和武器的話 那會怎麼樣 這樣 這就很難講 那這就是我 最近在看的書和一些想法 那看完之後呢 就發現說 我習慣就是寫完就放網路上 那就會發現說 當我寫完之後 就會有人 討論一下這些事情 那這其中就有一些人會說 電腦的人就用電腦的角度在看這件事情 那也有人說 Wallframe alpha好像就是在做這個事情 然後呢 這裡 有很多人又提供了一些資訊 那譬如說困難在哪裡啊之類的 那 結果發現有一個人非常反對這件事情 他 非常的 激動的寫了這一段說 電腦絕對不可能會發現心路理定律 除非電腦能自我進化超越人類當初設計 電腦確實是 物理確實是觀察和歸納實驗而成 但是最大的重點 你沒有注意到 那就是物理被發 物理背後的觀念 他字一直打錯 他可能用手機打 指凭普朗克黑底浮射 愛因斯坦光電效應 是不足以發展出量子力學的 然後他解釋了很多 然後他說 牛頓所謂 力的作用 講了很多非常專業的物理 然後接下來呢 他很激動 我後來就想說 這個人到底是誰呢 後來我想想 他應該是一個教物理學的老師 你看他的Facebook上面 通通都是物理公司 所以我猜這個人應該是專門研究物理學 很可能是物理學的研究者 或教物理學的老師 OK 好 那所以就有人 會討論 那這裡有人提供了一些 資料 那我覺得這些資料還蠻有趣的 甚至有一些已經人家用來 用來 這種想法在開發 在用電腦在創造物理定律的 也有 已經有 那甚至像那個有人用那個 最近不是IBM的華生 他在前一陣子是 去參加那個抑制問答比賽 結果打敗了 所有的對手 以非常高的分數打敗了所有的對手 然後呢 等一下就在想 這個IBM基本上就是要推銷他的 這一套系統 你可以把這套系統用在 任何你想用的領域 或許他就會有很好的效果 那他們想用的一個領域是醫療 自動診斷系統 比如說你不用看醫生 你只要看華生就好 OK 華生會告訴你你到底生了什麼病 你只要告訴他你的症狀 那另外一種可能性是 就是 法律 法律 做資料的 擷取 然後 閱讀 然後提供資訊 或做 判決之類的東西 好 那還有很多 也有人說 也有人打算把華生用在這個領域 發掘物理定律 另外還有 像這個 就有人用電腦程式在發現 物理定律 然後這邊就一樣 那這一個影片他就裡面就做了 真正就是他隨便創造出一些奇怪的系統 然後這些系統到底是怎麼運作的那個 微分方程式 他通通都不去解 然後他就用電腦 自動去想辦法做出這個電腦的方程式 這一個數據的方程式 等一下我給各位看一下這個 但是